外资呢在2009年12月 单月是大买的台股将近有千亿元之后 元单价起过后呢 收价归对了 买力呢力道还是持续 不过在台股从谷底反弹之后 现在已经希望呢 那么其变成了成长期 那么现在的选股也成为了投资人 一定要做的基本功课 现在真的是台湾钱 烟角木 看看光是08年的下半年开始 海外台商的资金回流就很惊人 更不用说 最近外资的热钱更几乎是要烟过 台湾人的头顶 前到2007年这7年的期间来讲的话 外资在台湾其实买2.7兆 这么大的一个金额来讲的话 实际上这段期间 其实台股的表现并不特别好 所以如果说未来来讲的话 整个股市有这样所谓的结构性 跟循环性上面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的话 我相信可以期待外资这边的话 还可以持续买超的一个来源 政策力多持续加持 让上兆的新台币全都抢先布局 未来还要着眼在ECFA跟MOU议题的发酵 甚至还有企业营业所得税要从25% 调降到20% 以及进行中的爱台时而建设 这些政策都是大力多 因为2009年来讲它是比较是属于一个 从谷底上来的一个希望期 所以几乎有布局在市场上面应该都会赚钱 但是到2010年之后呢 其实市场逐步进入到所谓的成长期之后 整个市场是回归到一个个股的基本面上 所以选股的难度是明显的提升 虽然经济向上的趋势普遍乐观 但是要从全面飙涨的个股中 早出领头羊 搭上时针机 可就要考验投资人的看股眼光 中天新闻 红视门陈嘉明 开报道